我們常常罵小孩子說 你好皮喔 你脾氣好大喔 這個皮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個皮在醫學上是在我們左邊肋骨 左邊肋骨後面相當於右邊肝臟肋骨 右邊肋骨後面肝臟的位置 左邊肋骨後面有一個器官 這個器官叫皮臟 皮臟是什麼功能 皮臟也有很多功能 一個是除血器官 就有很多血液存在裡面 第二個是它是我們造血器官 比如說我們這個 為什麼我們肥臟中心 要鼓勵大家有血捐血 就是說你的血液不捐給別人 我們的紅血球也會在四個月 一百二十天在皮上出城翻新 就是淘汰 在皮上裡面破壞 然後製造新的出來 新的紅血球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要追血給別人是有道理的 因為你自己用不到 然後在裡面變廢物 所以我們皮臟的功能就是 把這個血液出城翻新 皮臟 那麼我們講說 事實上這個皮這個皮 念皮 事實上當然跟這個現代醫學的皮 是沒有關係的 那是傳統醫學的看法 那麼有什麼情況下 皮臟會變大 當然這個 假如先天性的話 就是地中海貧血 就是我們先天上 它製造出來的紅血球 比較像鐮刀狀 比較小 比較不規則型 所以它的紅血球的存活性 比較短 所以它的血容是比較短 那麼代程的關係 所以我們皮臟就會大起來 這是在這個皮臟總大 一個良性疾病的一個常見的原因 事實上地中海貧血蠻常見的 那麼當然地中海貧血 一般是 普通是有一個 嚴重性的還有輕症性的 輕症性的 就是說它的地中海貧血 貧血程度不厲害 嚴重性的就是 它負責這個紅血球製造 九龍樹製造 那兩個基因都是土 就是不正常的 所以它先天上 它的水溶素就會更低 那麼這個是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我們 在肝臟疾病裡面 就是假如慢性肝炎 尤其肝炎的話 我們皮臟會變大 因為我們這個 吃完飯以後 胃腸的血液 還有皮臟來的血液 都是回到一條血管 這條血管叫做免靜脈 這條血管回到肝臟 那假如肝臟這個器官變硬了 所以這個免靜脈的壓力就變大了 壓力變大以後 這個皮臟就腫起來了 所以很多我們台灣的民眾 就是因為長久 畢性肝炎、吸性肝炎 那以前沒有藥物 或者是喝酒 喝酒 酒精肝炎 喝酒的關係讓我們看變硬了 變硬了以後 免靜脈的壓力變大了 所以這個皮臟變很大 尤其喝酒的朋友到後來 皮臟都會很大 那麼這個皮臟大 常常會引起石道靜脈瘤 破雷出血 肝臟的關係 原型或壓力大 所以肝臟的血液不留意回去 做回到石道 那麼跑到石道 石道的血管擴張起來 我們稱為石道靜脈瘤 所以假如是皮臟總大 是因為肝臟引起的 就要注意有沒有 胃食道靜脈瘤 有時候就胃食道靜脈瘤 破雷 一下子出血 就一年份 五百系、一千系 非常危險 所以這個皮臟總大 一定要查原因 看是是低肝引起的 或是西肝引起的 或者是肝臟引起的 或是喝酒引起的 或者是地中海貧血 或其他原因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 比如說血液疾病 血液的腫瘤 血液的惡性疾病 皮臟沒配搭 所以這個 皮不皮 也就是有它的意義的